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也是刚刚发布 那么名字呢叫交互是侦差值 什么意思呢,就是 我们可以提供两张图片 一个开始图片,一个结束图片 那么它会自动通过AI的运算 去得出中间的结果 然后呢,最后合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大概是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还可以实现图像的变形 小火龙,变成大火龙 都是它通过自动运算来算出来的 这个变化的过程呢,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是比较完美的 那么这个下面呢也是一些相关的例子 比较开花 好,我们直接看项目 今天这个项目呢,这个包呢是1.97G 不大,这个里面没有带模型 这个模型呢需要大家自己下载 我们看它这个原本的模型呢是30G 比较大,所以这个呢就不给大家带了 大家自己下 那么这边呢有两个启动文件 分别用来下载模型 一个是国内的一个国外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当然这个两个下载方式呢 不一定就是说一定好用 因为这个跟大家所属的位置啊 还有你本身的环境 网络状况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啊 如果你使用没有办法下载的话 那么你只能手动去下载啊 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可用的 呃,然后呢我们直接来启动 好,这样啊 稍等一下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模型的下载地址 大概是两个地址 那么这两个地址呢我也会放到视频下面啊 如果你这边使用这个自动的启动方式啊 没法下载的话 那么你需要你手动去下载啊 这个模型的结构呢给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两个文件加啊 一个是这个啊 这里面有一些模型啊 这个里面有一些模型啊 启动了 这边是一个地址 点一下 这个是这个工具的使用界面 好,直接来演示啊 首先呢你创意到这个开始图片这边 那我们用 这个 这个图像 人的一个图像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呃,这边这个图像呢 有一个小小的规则吧 就是图片的大小是保持一致的 最好是如果大小不一致的话 那么这种出来的效果其实不怎么好 会很扭曲 而且尽可能的是这种横的这种图片啊 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这样 然后我们来添加这个相关的点 我们通过点位来控制它运动 呃,这边有一个这个 点一下 反正我们点下这个头部 这里出来一个红点啊 然后呢把它 往里面点一下 斜的往下运动一下 这边呢我们也点一下 大约是这样 其他地方我们再点了一下 就这样 我们来做个演示 然后直接点这个开始就行了 那么剩下这些按钮呢都比较容易啊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咱们就不多说了 直接看下结果就行了 这个运行起来这个运行起来速度非常快啊 需要的资源也不是太多 看一下 9个G 当然这个我本身机器上面开这些别的东西啊 所以8G可用 6G应该也可以 因为下面有这个共享显存 好,出来了 看看这个结果 大家看了 这边是相关的运动轨迹啊 这边呢是实际的运动结果 大家看这个还是比较自然的 但你想要他用其他方式来运动的话 你可以随意去更改你这边这个轨迹 这个是我们自己控制的 整个项目就这样啊 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大家下下来玩就行了 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 大家拜拜 拜拜